各位老铁啊 巨无霸房车又回来了 不用看它大 你手上的驾照完全可以驾驶啊 合法合规 车长5米99米到6米 所以我们的C造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这是一台自动挡的房车 来自拓瑞斯特 2.8T的柴油动力啊 后驱后双开 并且它是自动挡的一台车 上台仅仅9个月行驶了1万多公里的一个状态啊 这是驾驶室 它和所有的轻卡房车有 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这台车 是唯一一台拥有双气囊的H500 上期月经的H500是没有气囊的 这台车拥有两个气囊 并且它加装了袋鼠的一套减震啊 非常厉害 看一下车辆的外部 这里是储物空间 一个贯通式的大行李箱 毫不夸张的说啊 可以带上你所有的东西去旅行 一家所有的东西啊 你家里搬家式旅行啊 户外的厨房 这小抽屉做的怎么样 燃气灶还是柴油灶好呢 这一直是一个痛点啊 有人说燃气灶好 有人说柴油灶好 这是一个5500瓦的户外柴油灶 这个东西叫酷币的啊 上门已经不用带钥匙了 密码的跟我上车 老七做节目以来啊 每一集都有问 你的车这么好这么好 为什么老有人要卖掉 这个问题啊 你其实你不用管我 有的是买回去不用了 没有时间出去玩 有的是买的时候 不适合自己 开了两次之后 觉得这个好 其实都是在折腾你的钱 老板 准车的配色呢 非常小 清新 卡机绿 加上乳白色啊 就是它的一个主色调 前方是鹅头的一个大床 这不是窗帘 这不是隐私帘 这是投影的幕布啊 这是一块投影的幕布 当我们需要看啊 投影就说不得拉下来 窗帘在里面 脆利索 很漂亮 这是我们上床的梯子 前面也可以直接进入到驾驶室 整车喝在六人三张床啊 喝在六人三张床 基本上一人高的大冰箱啊 来自赛德福德 挺大 上方呢 储物空间争论是多 这车呢 搭载了12V里面 10度电 600的太阳能板 3000瓦 1.7啊 标配的开车 水电也是不缺的 它的水箱非常大 它的这台车水箱300平时升 左手边是它的厨房啊 户外不仅有一套厨房 我们室内也搭了一套厨房 这里有电磁炉 1800瓦的电磁炉 柴油的暖风机 热水气冰箱 这台车是满配的 洗衣机在这里啊 很多东西都是一次都没有用过 包括这台洗衣机啊 也是全新的 对卡座呢 降下来可以拼成一张啊 小窗 坐在这里看着窗外还是很不错的 260的座椅啊 把VR60的座椅带儿童索扣 知道吗 儿童索扣 这个空间就体现了这个 大屏幕这个 哎这个舒适感了 进口的冷卵空调 然后这是投影仪啊 这些没看电影 有一只面镜子很大 在这里可以照到鞋 不得不说啊 这个各级三四米啊 这个东西这个空间 客厅绝对够大啊 小朋友在里面活动也没有问题 然后到最后面就是他的主卧区 主卧区这张床呢 是1米4寸2米的一个尺寸啊 寸的是2米2 所以呢 他把它做了一个床头柜 我们平时要不用的被子啊 可以吸一下放在里面 上面这些都是储物空间 真的超级大 而且颜色很漂亮 是那种啊 小清新风格 东南亚融合餐厅的感觉就出来 卡基绿配白色 乳白色 这床 上方还有个天窗 等于躺在床上 还可以把天窗打开 下雨天可以关上 躺在床上看 看星星月亮啊 这真漂亮 整车给我的感觉非常好 因为它够新 因为它做的细节 掌握得非常到位 这台车叫托瑞斯特 来自我们江苏的一个品牌 车很漂亮 车真的很漂亮 也不贵 20多 嘿嘿 再见